轎車停在路邊乘客下車買東西 其中一男一女買完東西正準備上車 突然逆向開來另一輛轎車 堵住了去路 女性副駕駛手持球棒走下車來 直接朝著轎車的車窗猛砸 甚至再次揮棒 朝著準備下車的乘客打了下去 聽到有球棒超車的聲音 然後又聽到有人說有拿槍這樣 副駕拿球棒 然後駕駛座有拿槍 又是球棒又是BB槍 兩派人馬就在超商前展開大混戰 就在球團隊打架 然後很大聲 我幾個就是追到後面 然後另外幾個是在7分旁邊打而已 5號晚上8點多 屏東市鬧區當街暴力扭打 民眾嚇壞了 連著八通報案電話 快達部隊出動22名警力 5分鐘內趕抵現場 清車糾紛 我就是要錄車 因為我這樣摸過來 我摸起來 我摸起來了 30歲的鴻姓女子 與高姓女子是舊事 之前結怨 狹路相逢 當場凶狠揮棒 遠景到場 他竟然謊稱行車糾紛 撞無辜 持玩具槍及棍棒 向高姓民眾等事人挑釁 小吻的女生拉超紅色的女生說什麼 你不要 你聽我解釋什麼的 他講話很大聲 就是他已經那種 也很發脾了 疑似因為感情糾紛 所引起的藍車衝突 女嫌犯揮棒砸車 同伙男生持BB槍叫嚣 兩人已被依恐嚇公眾罪嫌送辦 TVBS新聞葉鳳達 屏東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懇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